第一個 再生能源還是有機會 不管怎麼樣它有受限 但是我需要 第二個 儲電 儲電的需求會很大 第三個 我需要有節電 節電的需求會很大 甚至核能一些比較小型的核電 琢磨在這些公司 而且有競爭力 不是只有有這些業務 有這些投資 而是它有競爭力 這些公司應該 八月之後 這個價格就往下跌 這是高點 八月之後往下跌 好奇怪的就是 其實在九月的時候 俄國還關掉北溪一號 大家認為說這個價格可能會狂飆 但是事實上是並沒有 因為事實上 要淨燃油車是到2035年 這個是最認真要執行的 這位淨零的歐盟規定是 它需要的是2035年 就Follow IEA的規劃 2035年要禁止販賣燃油的車子 那你可以想像 需求的減少是2035 在這段期間 新車跟舊車還是一樣的在用燃油車 2035才開始減少新車 舊車還在用 那2035年至少2035年 需求才會減少 但是2035年之前 2021到2035年之前 供給早就在減了 需求呢 確實還是在增加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世界這個派裡頭的 天然氣的生產量的佔比 美國是最大23% 那俄羅斯第二大 它有到17% 那這個我們知道 這個卡達那只佔5% 這個是整個天然氣的產量 當然它很多是供應國內 當然現在也有一些出口 但是俄國的比重是蠻高的 那產量是佔17% 但是俄國的生產的東西 那幾呢出口到 它它的出口的佔比啊 你可以 夫人說了 財產股財產局 中國在特殊的財產 兩者的財產 商量財產局 人數號財產局 芳光 利財產局 您您會提起 很快地看著 柴柴佛林的藥物製作 甚至在蒔末中 再次增加了以典型的油口 澄清澈以至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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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清澈以後 讓以典型的建築方式 為了以典型的建築方式 要支援資料 在前面做出更多的 相關於中國的建築方式 這個表當中 老師你可以先幫我們講一下說 我看它有四條線 那就是美國的這個Haring Hub 然後普世日韓指標 英國BNP跟荷蘭的TTF 那這四個指標 它各代表什麼樣的意涵區域 然後還有它會有什麼樣的 明顯變化 因為我看它其實走勢 尤其是藍色這一條線 其實差最多 是 是 那基本上的話 藍線這個部分是Haring Hub 美國的 對 所以它的價格其實是最平穩 對 但是基本上的話 它還是有高點 我先講它的差異是這樣的 Haring Hub基本上這個是管線 是天然氣 美國境內的管線天然氣 那這個英國跟荷蘭的TTF 也都是管線天然氣 那普世日韓指標 這個基本上是LNG 就是液化天然氣 這個是性質不太一樣 產品等於說產品的性質不一樣 LNG要變成氣化 才能用管線運輸 所以它有氣化的成本 然後有運輸的成本 那所以基本上呢 普世的日韓指標 一般來講是比較貴的 一般來講都會比較貴 那但是管線的部分呢 這個是管線的部分 那就美國來講 美國的Haring Hub這個部分呢 基本上是等於 它等於是自己產 然後自己國家所管線 所以成本最低 對 而且是它這個 井口的這個器架 基本上呢 天然氣要送到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送到你家戶 送到不同的地方 還是要有管線的輸送成本 所以管線的輸送成本 這個裡頭並沒有包括 那這個英國跟荷蘭這個有包括 那就像荷蘭的部分 荷蘭本身呢 那原來是一個重要的天然氣的出口國 但是因為環保的考量 它的產量是一直在減少 那麼基本上 最近大概就接近你 接近你停產 很多都需要從俄國那邊進來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知道俄國到荷蘭這邊呢 要嘛從海管 要嘛從路管過來 基本上都是很長程的運輸 那它的這個成本 就會跟LAND的成本 就會比較接近一點 那你看它的管線 這個是進口出來 沒有包括管線的成本 就會很低 那但是這邊有包括管線 那但是這邊是化海運輸的 我們日本韓國跟台灣一樣 這個是價格比較接近台灣的價格 那我們說是液化天然氣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它運輸的成本比較貴 所以呢 就會這個價格就會相對來講比較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歐洲的部分 英國荷蘭 荷蘭代表的是歐盟 大概最主要的歐洲大陸的價格 是荷蘭的TTF 那你可以看到它高點 那限值已經跌到比去年還低 去年的年初 惡物戰爭之前還低 還低 它的變化是這樣 那氣勢大概類似 Handing Hub也是一樣3.8變9 然後跌到2.45 也是比去年年初低 普世的日韓指標 那基本上是提高 然後也是跌下來 那所以基本上 氣勢大概類似 但是因為產品的性質不一樣 不同的 可以說不同的產品 所以呢它就有差距了 是這樣子 那荷蘭這個部分呢 為什麼會有高點 這個8月是高點 然後後來往下左低 我們知道這個歐洲 這惡油的價格的上限的擬定 那跟擬意還有一些制裁 那俄國也有一些緩制 那所以它減少對於歐洲的 天然氣的這個出口 那所以這個是造成到8月為止 天然氣的價格 在往上飆升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8月之後呢 這個價格就往下跌 這是高點 8月之後往下跌 那好奇怪的就是 其實在9月的時候 那俄國還關掉這個北溪一號 那大家認為說這個價格 可能會狂飆 但是事實上是並沒有 因為事實上要關閉北溪 或關閉這些路管的運輸 海管的運輸 或者是包括路管的運輸 就是天然氣從俄國進來 其實早就已經在7月就已經開始了 所以這個是造成7月一直到8月狂飆的一個重要因素 8月之後 北溪關掉以後往而是下來 我記得我上過電視也提到 事實上我不那麼擔心 那價格是往下走 那裡頭有幾個重要因素 我先談這個 這個是全球天然氣的產量 上面前面那個是多少的這個百萬VTU 百萬VTU 那但是後頭這個是它的佔比 世界這個派裡頭的天然氣的生產量的佔比 美國是最大23% 那俄羅斯第二大它有到17% 那這個我們知道這個卡達拉只佔5% 這個是整個天然氣的產量 當然它很多是供應國內 當然現在也有一些出口 但是俄國的比重是滿高的 那產量是佔17% 但是俄國的生產的東西呢 出口到它的出口的佔比 你可以看一下下一張 那這個是它出口歐洲呢 它大概這個俄國出口到歐洲的部分呢 就是歐洲仰賴俄國出口的部分呢 它歐洲要進口 那裡頭這個從俄羅斯進口的部分呢 是佔到這個45% 所以如果俄羅斯對於這個歐洲呢 不供應這麼大的一個天然氣的量 那它的影響是會很大的 那雖然這個45%也在減少 那所以大家擔心啊 因為如果它減少這天然氣的攻擊 可以當作武器啊 那歐洲會很慘 那但是歐洲還有幾個可能性 彌補它的減少 第一個呢是從紐約 紐約是佔它歐洲進口的31% 這個是還有空間的 它可以從紐約進口 它還可以從北非進口 像阿爾及利亞 那歐盟本身有一點 它主要是這個 還可以從這個阿爾及利亞 還有這個紐約 利比亞這個部分呢 甚至有一些伊朗 這個部分呢 歐盟本身也有一些提供 剛剛提到的像荷蘭 那基本上還有一點量 所以這邊呢 還是可以從這些地方呢 可以得到管線天然氣的進口 那除了管線天然氣以外 它還有伊瓦天然氣 也可以取得這個補充 它的供給的來源 您可以看到伊瓦天然氣 你可以看到伊瓦天然氣 就整個歐洲來講 它這個美國呢 供應這個歐洲的伊瓦天然氣呢 占到29% 卡達是占到21% 俄羅斯只占16% 俄羅斯除了管線天然氣以外 它還有伊瓦天然氣的出口 到歐洲 歐洲可以從美國 從卡達 從北非阿爾及利亞 奈及利亞這邊呢 可以取得到這個補充 因為俄國管線天然氣的 減供的這個影響 可以彌補這種短工的情況 先生老師我們看到的 這都是2021年 就是平常在俄物戰爭 發生之前的正常狀況 然後所以其實在2021的時候 液化天然氣跟所謂的管線天然氣 它其實都是供過於求比較多一點 所以到時候它只要從這些地方 挪過去彌補 其實就只有短暫的價格上揚 所以其實長期還講話 還是看跌 這個就供給方面 我剛剛講歐洲 那基本上是 俄國雖然潛供 還是有辦法從別的地方進口 這個是包括歐洲的 啟化的地方進口 那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是 為什麼 俄國已經特別在九月之後 北溪要關了 為什麼 氣價不只沒有上漲 氣價反而崩跌 一個是供給方面 其實是有辦法從別的地方彌補 第二個因素 這個原來在這個實業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上過您的節目也提到這個 那時候的這個天然氣的庫塵大概88% 接近九成 那這個是五年同期平均 很高於五年同期平均 那以前那個高盛 大概就評估應該是足以適應過冬 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可以從別的地方來進口 這個是上一次我就提到的問題 事實上也是發揮它的作用 給我們分析 這個年來的 美國有關於一切 這個年來的 比例還要是等於 而是想要逃避 歉 了 從冬天 越南澳多了。 食材保持自由用途 去到核核核。 保持度和低温正硬。 缘分别, 也不准硬暖。 更好之前。 有高峰的股市中, 在入年的结果中, 无法及特別、 第三個可能也是重要的因素就是軟冬 我這邊前面有提到 其實軟冬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知道美國今年很冷 冬天很冷 但是歐洲天氣異常 是軟冬 這個也是一個沒有用量 沒有原來疫情的那麼多 好在不是相反 相反就好慘 對 然後這個能源政策 因為研溢一些燃氣基礎以外的發電機 包括德國核能 本來去年的年底核能就全部都沒有了 但是現在延長到今年4月 至少到4月了 它原意了核能 然後燃美燃油跟燃氣 德國都這樣做 丹麥 至少我們找到的歷史 還可以有更多的國家也一樣 但是大概是這樣 這部電腦能源 還有電腦能源 包括核電腦能源 發展到期間後期為了 那價格機制它就提高電價 那價格電價提高之後就減少天然氣的需求 因為電價裡頭主要的天然氣的發電 跟電價是重要的參考的價位 事實上它是根據所謂的編輯成本定價法 所以天然氣價格決定電價 所以如果說電力使用減少 因為電價反應天然氣的價格提高 然後政府就讓電價提高 那需求就受影響 電力的需求受影響 所以電力需求減5% 同時也會減少對天然氣的需求 然後第五個因素就是這個 這個10月5號 去年10月5號 好玩的是俄國國營的天然氣公司 他說奧地利已經修改法令 然後所以意外的宣布將恢復 經奧地利輸往義大利的天然氣出口 海管停了 有北溪1號停了 然後還有一些海管的部分 然後這個也停了 但是他既然透過路管的這個運輸量 還持續 這個是延然沒有預計的 所以事實上沒有 他因為他的影響太大 所以他也不願意做得那麼厲害 因為他本身也受害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出口量也增加了 這一部分也有提供 也不是全部沒有俄國的天然氣進口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造成這個 由這個氣價 從高點再往下分點 而且很厲害 這個今年1月31號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 1月31號的資料 這個比去年來比 天然氣的庫存 我們春天已經來了 雖然那邊還冷 這個存後存量 還有72% 庫存並沒有說 我們擔心說庫存就 過了冬以後 庫存接近零 所以明年 就今年 去年再預測 所以今年大量的增加這個 需要增加很多的供給 找不到天然氣的供給 所以會支撐天然氣的價格 事實上到1月底 那它的這個庫存 只是從這個去年的10月 88%降到72%而已 那比起去年 比起前年 對不起 這個是2月1號 這個是1月31號 一個2月一個1月 OK 基本上呢 就是說這個庫存還是很多 所以並沒有說過了冬 我就全部用光了 並沒有這種情況 那主要的因素就是 剛上面提到那些因素 就影響它庫存 並沒有 並沒有大家擔心的 去年的年底 擔心的情況發生 並沒有 所以這個呢 也造成這個氣價 持續在低迷 這個重要因素 但是我這邊呢 從這個歐洲的基建 那我就想到我們台灣 在碰到這個天然氣供給 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那電價大漲 氣價大漲 的情況之下 而且會有缺氣 會有缺電的情況之下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我必要的時候 我要修改我的能源轉型政策 德國我剛剛講的 它2000年就匯合 那時候占比接近20% 那現在呢 到去年年底照說要歸零 但是基本上 可以研溢 核電可以研溢 那燃美燃友全開以外 那核電可以研溢 那但是我們的情況呢 卻是一成不變 2021年2月播出的 全球戰經週報 是中天財經頻道製作的節目 每週六日晚上6點呢 除了在中天電視之外 也會在這個中天財經頻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們從11月開始 有個馬開小教室的單元 都是把觀眾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製作出來 放在中天財經頻道裏頭播出 只有在這裡才看得到哦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 這個最新的訊息的話 可以到中天財經頻道裏頭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資訊 天然氣價的部分 未來的天然氣價 會不會開始走高呢 因為我看這個歐洲 不是有設天然氣固定價格 而且好像從2月15號開始實施 那有幾個條件嗎 它是去年的12月20號公佈了 那它有一個所謂這個市場的焦增機制 那避免氣價激烈波動 三個情況如果發生 就是荷蘭的TTF天然氣報價 高以每兆瓦斯180億元 全球的一瓦天然氣參考價高了35億元 然後維持三天 然後它就要啟動這個 這個所謂市場的焦增機制 本來這個市場是一個自由市場 這不是說政府可以規定價格 這很奇怪 就好像我限制WTI的價格一樣 它是限制這個氣價 在這個荷蘭這個 荷蘭在交易的這個氣價 TTF價格 它的限制是說 限制它的購買 就是說你不准價格那麼高來買 你價格低一點可以買 你價格那麼高不能買 有這樣的一個限制 而且實施至少20天 那它的條件剛剛講的 每兆瓦小時180歐元 那個這個情況是在去年的8月 那個高點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表 是用這個百萬VTU69.76去算的 那但是如果用兆瓦小時 去年的8月大概就180歐元 但是現在那個限價 就是基本上它有這個限價180 這個我剛剛講的 這是百萬VTU 跟那個每兆瓦小時的計算是不一樣的 不過基本上那個就是對應的這個 像這個 荷蘭的TTF大概接近70塊美金 那時候的高價 那我剛剛提到的 它是12月20幾號 宣布的 那宣布以後有一個限價 那對於供稅的情況 跟未來的 實際上的這個天然氣價的影響 到底會怎麼樣 我認為當時公佈的時候 那所有的180歐元 對應的那所有的價格 那只有110塊歐元左右 遠低於那個180歐元 就是在12月22日公佈的那個時候 是這樣子的價格 公佈之後的價格也沒有上漲 就是我剛剛講110歐元 那還在往下走的低 所以那180那個限價 其實離那個市價有滿大的差距 所以那麼高的一個限價 事實上是沒有 感覺上是對於目前的價位 市場的價位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為什麼這樣做 後來價格還往下跌嘛 就是不到110嘛 現在的情況也是一樣 每兆瓦小時也是低於180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那為什麼要限價 一限價就是說 價格現在很高嘛 我把它壓下來 或者說你不能再高 那現在的情況 不能再高的差距太高了 所以那個基本上是預防的措施 假定像去年的這個高點 94塊的百萬BTU 每兆瓦小時 70塊美金的這個百萬BTU 對應大概每兆瓦小時 180歐元的情況 如果再發生 我會做這種事情 就是我會限制市場的運作 但是事實上是預防 所以之前去年最高點有超過180嗎 對啊 就是這個對應的 這個是 這個是用百萬BTU 百萬熱量單位去算的 的美元 那180歐元 那個是兆瓦小時去算的 對應的 大概是這樣 那現在180是遠高於我們現在100左右而已 所以那個是預防措施 為什麼現在的價格會比那個俄烏戰爭之前還要低這麼多 對啊 那基本上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它明明供給感覺沒有更多不是嗎 像這個美國Honey Hub 2.45 那是3.82 2.45 2.45你知道高價是9.38 如果是美國Honey Hub 9.38 所有的價位都還比那個還低 所以就是市場在原來的反應過度 包括俄國的檢供會很嚴重 但是其實可以找到替代的來源 然後需求可以壓抑 可以透過政策來壓抑 甚至包括能源轉型 那些這個核電可以研溢 然後既有的火力電廠可以啟動 來替代這個燃氣電廠 庫存在這個過冬之前就大量增加 所以到現在我現在的庫存還有77% 你知道那個77%的 如果就可以過冬 過冬至少三個月至少 那就是90天 對不對 過冬至少三個月 那90天乘以那個庫存的 大概接近90% 就歐洲來講 平均它的天然氣的庫存 它是可以維持八十幾天 中國大陸跟這個韓國有50天 日本還有30天 我們只有13天 然後我們大量要裝置燃氣電廠 可能這個事情 只知道我的政策就是廢核 其他沒有考量吧 那你太有視信了 但是事實上不是 你有很多的限制 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那當然有一定的 雖然的雖然股價值 雖然股價值 甚至是 中國大陸的股價值 積極的 和我們都知道 Russian的雖然在歐洲 降低了 但是我們還會有 Russian的雖然 它不會有點驚訝 是否也會將所有雖然 雖然政府降低了 這也會給予到雖然 雖然有益渣化了 所以老师像现在中国大陆解封之后 它整个需求会增加 所以天然气价的部分也会被拉高吗 因为像石油 像老师会讲说石油它的影响 可能期货影响很大 可是天然气应该就没有这样子的因素 天然气也一样 天然气像美国的话 有UNG 它的美国USO 美国油股票或BNO Brand的Oil Fund 天然气也有UNG 也有 所以事实上甚至商品市场 也有所谓ETF 这些都会受到美国财政部 未来外人投资ETF 要预扣10%的 你的购买的价格 购买的成本的10% 不是你利润 这受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这个的影响 它影响不只是油价 不只是气价会比较平稳 因为炒作的会减少 也会影响这个粮食市场 对于物价来讲 我觉得这个才是 可能比货币紧缩更重要 或者至少有同样的 有很大的 接近同样的有效的政策 在未来要去炒作 还比较困难 这个我觉得是有帮忙的 但是我在这里 我特别还是要再强调 这边的预测 基本上还是 虽然是说今年的预测 你算是短期还是中期 绝对不是长期 但是长期来看这个问题 是不是未来的油价气价 长期都会很低 我的答案是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包括油 包括气 包括煤 我们煤价 我们煤价在前年 是有100块美金 海电 一公噸 100块美金 去年平均是270 今年到400块 现在的这个定期业 大概接近400块 美金一公噸 为什么油价气价煤价 不是在2050年禁令 这些的使用都没有了 没有需求 但是我的看法是 在它归零 就是说它的价格分盘之前 它会有一段的期间 是价格会上涨 为什么 因为 第一个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从市场的运作来讲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需求会减少 那就是价格高 我需求才减少 价格很低 为什么需求会减少 第一个 这个是经济学重要的市场的 市场的机制里头第一点 必须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会产生那种情况呢 还有政策的可能会造成这个现象 第一个根据IEA 国际能源总署的规划 它建议这些这个 这些IEA的国家 那它必须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为2050要禁令排碳 我的规划 建议的规划是 2021年 那就是对于停止 对于化石能源的投资 包括燃煤 包括煤油气 包括煤油气的投资 2021年就开始启动 那你知道我们很现在不是谈这个 很多的永续发展的指标 那它必须要考虑到这个 2050禁令的这个问题 而且不只是制造业关心 服务业关心 包括金融业 银行也要关心这个事情 我要做到我要符合 这个国际的这个 永续的指标的这种 像ESG这样 ESG 我要达到这个 那我现在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贷款 不能贷款给那些石油 天然气跟煤的这个开发案 对不对 那当然它的产量 未来的供给会受到影响 但是它真正的需求的减少 以油来讲 油现在很少去发电 油最主要的是这个运输用 但是运输用要进燃油车 是到2035年 这个是最认真要执行的 这位进零的欧盟的规定社 它需要的是2035年 就follow IEA的这种规划 2035年要禁止这个 贩卖燃油的车子 那你可以想象 需求的减少是2035 在这段期间 新车跟旧车还是一样的在用燃油车 2035才开始减少新车 旧车还在用 那2035年至少2035年 需求才会减少 但是2035年之前 2021到2035年之前 供给早就在减了 需求呢 确实还是在增加 在这种情况之下 华这些化石能源的价格会大涨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问题说我今年的展望 包括油价 细价 基本上是比较乐观的 不会大飙涨 但是我并不是说明年 后年 大后年会有同样的情况 因为刚刚提到的 整个国际要这个2050进零 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它大概 它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蛮高的 所以你需要节冷减碳 你需要使用比较少的这个 这个化石燃料也才是必要的 那你要减少化石燃料 能够做的事情 再生能源要多 对不对 那我们燃煤要减少 燃气要减少 对不对 我们燃气是大量增加 我们核电要增加 核电可以维持 对不对 那核电呢 反而核电我归零 那我没有那个条件 地下人筹 我没有那个条件 它又不稳定 你哪有可以做这种事情 你又是独立电网 政策是问题啦 那你未来的燃料成本会大涨 化石燃料的成本会大涨 这些价格是不是在2035年之后 就会开始往下走 因为它的需求就会变少 假定那时候的价格大涨之后 就是在2035年之前是大涨之后 大涨之后 2035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对对对 但是在这段期间就台湾来讲会很惨 因为我燃气的比重 要从现在的37%拉到50% 但是燃气的价格一定大涨 会比油涨的更大 因为至少我要替代煤 对不对 那我可能要燃气 对不对 那我再生能源多的话 再生能源不稳定 我随时要启动燃气基础来应付它 如果说它突然间太阳没有了 那我要启动这些基础 比较容易比较快的是燃气 所以很多国家都会多用燃气 不只台湾会多用燃气 但是台湾会用得更多 因为我核电要归零 所以变成是全世界都会先减低了 碳跟石油的使用 然后先用气来取代 所以气价一定会再往上 贵 比石油的几率都还要再高很多 更高 对 所以老实在像影响石油的价格 就是供需 期货 然后美元这三个 那当然前面两个影响比较大 那天然气也一样是这三个 对 所以天然气也是用美元下去购买 是啊 也是美元之价 因为现在包括大宗物质 包括很多国内国际的贸易 甚至这个你旅行大概都是美金为主 所以一样是这三个因素 再加上老师说 那个美国财政部他的新措施 然后就会造成说 天然气未来的价格 其实要在大幅下跌的几率 蛮低的 对 所以你认为要崩盘不会 虽然价格要大涨有困难 但是要崩盘就不可能 所以会维持在这个吗 是说会比这还要再高一些 我看差不多了 这个是历史的算是很低的 虽然也有低到低于两块 那很低 所以可能今年度大概就维持在这个价格 差不多吗 它会波动 一定会波动 其实 可能就在20块上下 如果以这三个指标来看的话 可能就20块上下这样子起伏 所以波动 波动我刚才讲的 如果厄乌战争也有一些发展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那那个时候大概投机的人也可以做一些操作 所以除了厄乌战争之外 没有其他的什么变数吗 能演 地演政治 中东的问题 这些都会是一些影响的变数 所以最好玩的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也是短期 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市场就是 让人家很刺激 所以反而是欧洲它订的那个价格 固定价格 其实对天然气价是不会有影响的 不会有影响 因为它订太高 就像老师说 比现在现价还要高那么多 对 不太可能再触发那样的机制 对 这个可能性应该 发生的可能性应该不是那么高 我刚才讲100块现在每兆小时是这样子 上限180 好遇到点因素 而且那个原因是因为俄国把管线给关掉 对不对 那现在已经慢慢的找到出路了 就别的地方找到来源了 那这个即使这边有加速 也在回到那个高点有困难 所以当初俄罗斯要求大家以鲁布来购买 这个天然气的部分 现在应该很少国家理他 因为大家的库存量如果都够的话 欧洲大概他有 他不会嘛 那当然你 大陆跟印度也在弄 那像现在中国大陆解封 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 可能会造成需求的暴增 就不管是在商品啦 或者是石油天然气 老师这样会让全球的通膨反弹往上拉升吗 中国大陆是整个世界经济成长里头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是不是全部啦 那其他的部分是在减缓 所以整个来讲也是在少 所以需求整个来讲还是看比较少 这个对油价或者气价是比较不利的 不是有利的因素 然后不利的因素 可是他对于就是能源价格的波动往上涨的几率 跟幅度其实没有 不会非常大嘛 如果刚刚地眼政治 乌俄战争 反而是乌俄战争的影响 会比中国大陆解封的影响还要更大 当然 我认为是这样的 所以通膨 现在因为各国通膨其实都很明显的往下走 现在核心物价美国现在要4%多嘛 那目标是2%嘛 所以今年已经讲得很清楚 这个费的已经讲得很清楚 应该不会降息吧 Inflation has moderated somewhat since the middle of last year but the strength of these recent readings indicates that inflation pressures continue to run high The median projection in the SEP for total PCE inflation is 3.3% for this year 2.5% next year and 2.1% in 2025 利率是不是还有空间 再增加一个硬码 这个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但是通膨能够降温 这个我们现在讨论的能源的问题 其实是造成通膨 通膨膨胀偏高 重要的因素 另外因素是粮食 这个部分是有利的 那经济生产减缓 那就业应该也会受到影响 那然后对于这个工资的部分 还有对于房价的部分 因为房价随着这个热钱 还有利率的提高 房价会受到压抑 那房租呢 以美国来讲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整个来讲呢 是在往缓和的方向做 那么利率是不是一定要降到2% 它利率才会停止上升 我想不质疑 因为它需要时间 所以应该是维持在高档 比克力只接近5%一段期间 今年 那明年这个是不是比较有可能下来 当然如果说 发现现在的经济的指标 景气非常不好 说不定就不会再涨 甚至有可能 在明年之前提前有一些降息 但是这个可能太乐观了 我认为这个情况应该是今年的利率 降息的激励可能还是不高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未来在那个绿能 除电跟能源上面有哪些投资 是可以比较看有长远发展性的吗 对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 那就是第一个再生能源还是有机会 不管怎么样它有受限 但是我需要 那第二个呢 储电 储电的需求会很大 第三个呢 我需要有节电 那节电的需求会很大 那甚至核能呢 一些比较小型的核电 那个部分是不是也有机会 那从这个整个我们能源的 现在的情况跟未来的近年排碳的需求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这个是台湾的趋势 而且产业跟企业 那它的市场也不仅只有在台湾 也在其他在国际市场 这个呢大概都是趋势 所以投资的机会是 琢磨在这些公司 而且有竞争力 不是只有 只有有这些业务 有这些投资 而是它有竞争力 这些公司呢应该是 未来是 投资的风险比较小 那获利的风险 获利的机会比较大的产业 那要怎么样才知道有竞争力 第一个市占力嘛 第二个呢就是 一再说它有这个业务 但是它是不是上 有没有获利 那或者只是说 实际上的获利是不是已经产生 这个呢也需要检视 那我一直很关心 这个 这个公司啊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负责人 那到底是不是 诚信 过去的绩效 有没有不好的 这些消息 这个也是要关心的 不过我想应该 台湾有 还有蛮多的公司 可以找到投资的机会 那比较风险比较小的 那就是它比较大型的 也有做这个业务的 有儲电也有节电 相关的这个业务 那 然后外资比重也不小的 我想风险的比较小 太好了 谢谢老师 不会 所以老师再生能源的部分 是不是太阳 太阳风电已经不行了 还是还是不错 太阳风电 这个 因为 你知道太阳光电 主要是模组 那我们是电池 模组的部分 大陆的竞争力蛮强 这个是一个限制 所以你看太阳光电 最近有延误 疫情延误 大陆不能进来 或者这个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很多还是大陆的东西 那里岸风机 里岸风机 他到底拿到订单 能不能交我 也是一些问题 这个也是很重要 中天财经频道 感谢大家 两年来的支持 订阅人数 突破十万人 可是看起来 今年可能没有很好 除非七年 我好像已经结束 可以买金融股 就存股了 存股族 一般不会买在最高点 我觉得上方的那个重心 高度真的有降低的感觉 高含金量专业节目 请继续支持中天财经频道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一起打开财富大门 其实我们吃过非常多的XO酱 但是这款的确不一样 它是这个澎湖浮蓬喜来灯酒店的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因为它用了很多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最主要里面的食材 其实还有添加这个石斑鱼 我们也知道这个石斑鱼 富含胶原蛋白 丰富的蛋白质 那么可以美容养颜 重点是它很美味 再加一点点辣的滋味 真的是可以说后劲十足 所以我个人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大家都像我这样的职业上班族 非常的忙碌 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自己来做菜 既然这么忙碌的话 一定要想办法 用最简单的方式 做出最美味的料理 那很简单 其实在平常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前面 常常吃这个最快速方便的料理 水饺 烫青菜也可以 你就直接把它淋上去拌上去 另外加在汤里面 一点点这个XO酱可以提味 所以实在是非常的好用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真心推荐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 快点购 这个上面可以让大家赶快的订购 非常的方便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比较迷你的水神 烏滑器在车上用 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 来买送水神 一举两得